轰动全国的拿听女商人遭枪杀案 在警方部下天罗地网调查长达两个星期之后 终于在昨天晚上逮捕了涉案的八名嫌犯 包括一名华裔主谋和印译杀手 警方宣布侦破这起枪杀案 全国警察总长丹西里卡利·阿布巴卡 今早率先通过推文赞赏立功的五级安曼特遣部队 另外全国副警察总长诺拉西也透露 警方昨天晚上分别在吉隆坡和霹雷 展开突击行动逮捕了三名华裔男子 一名华裔女子和四名印译男子归案 当局在逮捕的过程中 也在批力起货枪杀王秀玲的枪支 作为侦破命案的重要证物 警方强调落网了嫌犯并没有死者的亲人 这起枪杀案发生在7月6号下午2点30分 事发时死者王秀玲和五名孩子 在吉隆坡华联花园一带吃完午餐 准备乘车离开时遭到枪手伏击 死者颈部中枪当场身亡 而八岁的女儿也遭玻璃碎片割伤 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期 我们下午3点钟